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川普總統是否競選2024 以及何時宣布競選 一直是大家關注的話題 7月6號星期三 川普總統發布了一個視頻 透露了驚人的信息 當天 川普在真相社媒發布了他改造後的 波音7-5G私人飛機的視頻 顯示新的翻新工作已經完成 川普寫道 在我入主白宮的4年裡 我沒有使用大家最喜歡的飛機 即我們在2016年大獲全勝時競選的那家波音7-5G 現在它已經完全被現代化和翻新 看起來棒極了 所有這些都是在偉大的路易斯安那州完成的 並將在2022年秋季重返天空 或者可能更早 準備好了 這個大約四番半鐘的視頻拍攝了這架 波音N-757IF飛機翻新的整個過程 畫面美輪美奔 不過 在視頻的最後 當服務商內陸航空的圖標出現時 被虛化在背景中 竟然出現了漂亮的川普2024的旗幟 網友們驚呼 麥嘎之王回來了 麥嘎之王這個稱呼 是拜登今年5月中旬送給川普總統的 他將川普稱為偉大的麥嘎之王 試圖貶低川普和麥嘎人士 不過 效果恰恰相反 川普不僅欣然接受 還用了一個魔戒中的主角 阿拉貢的改裝圖怼了過去 由此 麥嘎之王就這麼叫開了 7月6日 川普的兒子埃里克·川普發推說 他回來了 這裡的他可能是個雙關語 一是指飛機 二是指麥嘎運動即將回來 支持者期待 川普在2024年競選總統中再次獲勝 取得三連勝 川普總統的這架四人飛機重新翻修 其實意義非凡 這架波音757 機身頂部印有川普的紅白藍圖案 早在2021年1月 川普離開白宮後 這架波音757年久失修的照片 就一直在網上流傳 去年 川普開始舉行集會時 這架飛機沒有出現在集會現場 更讓傳聞四起 今年3月中旬 左媒進一步自問自答 說那架被稱為川普一號的波音757 現在的狀況如何呢 然後說 這架飛機正在進行一項重大的定期維護計劃 將在大約90天內完成 現在看來 這架飛機已經維護完成 從裡到外裝修一新 而這架波音757的不同尋常之處是 它與川普總統的競選之路密不可分 2011年 川普賣掉了原來的波音727 購買了這架更大的757機型 當時就引發了人們的猜測 川普是否要與奧巴馬競選2012年的美國總統 還有報道說 川普以大約1億美元的價格 從微軟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手中買下了這架757 媒體的報導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將藉此貶低川普 2011年 川普在接受《東里灘郵報》採訪時 否認了這個說法 說那是一架很棒的飛機 並說了一句 現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話 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 在那次採訪中 川普沒有透露這架飛機的任何細節 不過 根據《紐約郵報》報導 這架757飛機有私人領域可容納43人的作為 所有東西都錄金 包括安全代口 2012年 川普沒有參加競選 但是3年之後 也就是2015年6月 川普啟動了總統競選 2016年 他獲得了共和黨提名 並在全國各地巡迴演講 這架757私人飛機成了川普在機場集會上 無處不在的景象 不過 到了2017年 在川普宣誓就任總統後 他不得不停止使用這架飛機 而是乘坐空軍一號 在川普的一個任期內 他曾30多次造訪佛羅里達州的棕裡灘 當時 總統專機停在南部大道上 成了一個旅遊景點 順便說一下 川普買下了757後 原來的那架727在馬來西亞找到了新家 據飛機愛好者網站說 他成了馬來西亞七星航空公司的客機 那麼 川普總統什麼時候會宣布競選2024呢? 這個話題 最近左媒特別熱衷於報導 背後卻包藏著不可高冷的獲心 傳統上 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人 一般要等到秋季的中期選舉後很久 才開始總統競選 其預料好 CBS報導說 據消息人士稱 川普告訴盟友和助手 他正在考慮提前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 《紐約時報》報導說 川普最近嘗試在政治上中山再起 並可能在夏季宣布再次參加總統競選 此前 CNN甚至說 川普正在認真考慮提前宣布消息 並引述了一名共和黨消息人士的話說 川普正在考慮最早在7月份的第一個星期 宣布參選 那麼 為什麼說這些左媒包藏獲心呢? 我們了解一下他們改出的理由就可以看出來 概括起來有兩點 第一是 醫療委員會的電視聽證會 被川普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特別是 前白宮辦公廳主任 麥多斯的助手哈欽森的證詞 逼迫川普加快宣布競選消息的願望 放棄了之前等到11月中期選舉之後的計劃 其實 哈欽森的偽證 包括指控川普與特勤區特工搏鬥 搶奪方向盤的事情 早已成為了笑話 醫療委員會早已名聲狼藉 第二是 川普提前宣布競選2024的動機 是為了打擊黨內潛在的競爭對手 為自己獲得替名 早清障礙 他們主要指的是 柏州州長德桑蒂斯 實際上 一年半以來 川普在共和黨內的支持率一直無人可擊 與第二名的德桑蒂斯拉開了很大的距離 而且 德桑蒂斯現在只專注於州長連任 並不會考慮2024 左媒報導的目的非常明顯 一是挑捕離間共和黨內部關係 二是想把川普塑造成 只想自己當總統的人 從而抹黑川普 三是為過去的醫療委員會打氣 不過 這些左媒的報導還有一個共同之處 說川普招令西改 即 川普可能不會提前宣布 參選2024 意思是說 左媒如果報導錯了 那是川普改變了主意 不是他們的錯 以上我們分析了左媒的報導 本來並不是想去重複他們的謊言 但是 我們將他們的報導拿出來 與大家分享 想告訴大家如何看待他們的新聞 識別他們的禍心與伎倆 實際上 川普總統現在的重點 依然放在中期選舉上 背書支持美嘎候選人 7月6日 川普提醒亞利桑那州 共和黨初選選民 支持州長候選人卡利·萊克 大家都知道 去年亞利桑那州的地面行動 雖然查出了很多問題 但共和黨犀牛當道 很多事情推進困難 所以 今年的中期選舉相當重要 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 川普背書的萊克在黨內以40%的支持率暫時領先 第二名的羅布森的支持率為35% 萊克本能與現讓民主黨州務卿 郭布斯對決 兩人的支持率不分上下 分別是44%和45% 7月6日 初選的郵寄投票已經開始 川普總統發表了一份聲明 他說 偉大的亞利桑那州今天開始提前投票 亞利桑那州的人民有機會得到一位真正偉大的州長 而不像現在這樣 請務必在8月2日將你的提前選票投給卡利·萊克 或親自投票 有了卡利 你就有了選舉公正性 強大的邊境 安全的街道 以及所有你夢寐以求的東西 投票給卡利·萊克 我完全完全支持他 萊克 層次封皇城福克斯地獅頻道的電視新聞主播 根據選票百科上的個人介紹 他競選州長是為了恢復該州的常識保守主義 並解決南部邊境正在發生的危機 此外 萊克致力於打擊犯罪 保護第二修正案 軍隊和退伍軍人 並將為恢復選舉公正性搖戰 他反對疫情封鎖 取消文化 結束學校的覺醒課程等等 是一個真正的Mega鬥士 早在去年9月 川普就敗訴萊克 支持他去競選亞利桑那州的州長 現任共和黨犀牛州長道格杜西 因兩屆欺瞞而退出 今年8月2日 萊克將與其他 廖民共和黨人爭奪共和黨提名 6月初 川普總統為萊克拍攝了一則電視廣告 稱他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人 並在廣告中說 卡利他相信真正偉大的價值觀 他將為邊境和選舉連結做出巨大貢獻 除了亞利桑那州 川普還將在7月9日 也就是本週料 為阿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 卡利·奇巴卡主持集會 挑戰共和黨犀牛莫考斯基 最後 我們簡單說一下伊利諾伊州的槍擊案 7月4日 美國國慶日 21歲的槍手羅伯特·科里默突然從一家超市的屋頂上 向芝加哥富人社區高地公園的遊行隊伍開槍 造成8人死亡 40多人受傷 民主黨人再次藉機推動槍枝管控 並且攻擊川普總統 警方公布的案情細節顯示 案發當天 克里默向人群連開70多槍 為方便逃跑 他男扮女裝作案後 逃離現場 前往附近母親的住所 借了母親的汽車討逸 當時 克里默的母親並不知道兒子就是槍手 但警方根據現場丟棄的槍支編號發現了克里默 淘寶的克里默一度離開伊利諾伊州 進入鄰近的威斯康星州首府麥迪遜 並準備作案 他當時還有撂射發子彈 但由於事先沒有進行詳細的計劃 最後放棄 並在返回伊州後被警方逮捕 伊州檢察官埃里克·萊安哈特預計 克里默將面臨數十項指控 若被定罪 面臨終身監禁 而且不得假釋 現在 媒體的焦點放在克里默 為什麼能夠獲得槍支的問題上 早在2019年 他就因為威脅說要自殺 以及聲稱要殺死全家人 兩次遭到警方的盤問 警方在第二次問話後 還在他家裡搜出十兩把刀 一把匕首和一把劍 但沒有逮捕他 但 在警方第二次問話僅三個月後 克里默便在父親資助下申請了第一張持槍證 有先後在2020年和2021年 四次通過持槍背景審查 最終合法購入包括手槍和步槍在內的五支槍 實際上 克里默今年才21歲 根據當地法律 在21歲之前 他沒有資格購買攻擊性武器 7月6日 克里默首次出庭 沒有律師 他請求指派公共辯護人 檢察官透露 他對槍擊事件供認不會 但尚未改出動機 另一個讓人疑惑的地方是 克里默對數字47似乎很著迷 他在臉上聞了47 汽車側面印有47 在社交媒體發的一個帖子裡也寫滿了47 網友推測說 這個數字可能暗示了槍手計劃作案的時間 將7月4號中的數字倒過來 就是47 另外 克里默喜歡打電子遊戲 因此網友懷疑 敲手把自己想像成刺客任務中的主角殺手47 或者是指AK-47突擊步槍 然而 也有媒體推測 說47可能只在下一任總統 並根據他拍攝的一些照片 認為克里默是川普總統的支持者 不過 網關專家對此進行了反駁 有大量證據顯示 克里默與安提法 進步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神秘組織有聯繫 報導說 執法部門曾訪問過克里默 當媒體報導他與川普的關係時 他們都保持沉默 而克里默的推特賬號的副本 在被刪除之前被保存了下來 他清楚地顯示了克里默的極左傾向 他推崇極左翼出版物和極左翼政客 包括喜歡奧巴馬 網關專家還根據克里默的整體形象 包括文身以及他的言行 斷定 他應該與川普總統沒有關係 是一個極左殺手 而且 他早有作案動機和信號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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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